除了全国单日确诊病例剧增 沙巴今天的情况也令人担忧 这是因为比较昨天的433宗 沙巴今天的新增病例飙升到了909宗 写下了四个月以来的新高记录 而此外沙巴今天也再增加了四个新的校园感染群 分别是哥达马鲁都的万劳与丹迪国中 蓝脑莫沙烈国中 以及山达根的敦法史蒂文初级理科学院 四间学府的确诊病例达到了135宗 分别是蓝脑莫沙烈国中的25宗 山达根敦法史蒂文初级理科学院的50宗 而哥达马鲁都万劳和丹迪国中 则分别录得25宗和35宗 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兼第二财政部长 拿督司令马西迪指出 所有确诊的零号病患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 都属于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轻症患者 目前已经被隔离和给予相应的治疗 而至于今天新增的909宗确诊病例当中 绝大部分都是轻症患者 只有9宗是属于第三第四和第五级别的重症患者 都尽不咱们